这个时候龙文偷偷地给长孙叶莫使了个眼色 可惜他根本就无事 龙泉正准备拒绝呢 林凡现在可不在这儿啊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个爽朗的声音打道 没问题啊 愿意奉陪 众人齐刷刷地转头看去 门外来的人正是急匆匆地赶到龙家的林凡 还有龙泉泉 林凡还挑衅似的抓着龙泉泉的手 后者的脸直接红到了耳朵根呢 长孙叶莫看着林凡的瞳孔也是狠狠地缩了缩 没有理会众人 林凡先是和龙泉话不一寒暄了几句 这才把目光转向长孙家众人 你的挑战我倒是挺想接受的 可惜你这个实力肯定会让我扫兴的 此话一出 场内顿时安静下来 不过片刻 长孙家众人愤怒的目光 全部落在林凡身上 既然这么没有家教 战儿 你就带我管教一下 长孙叶早就看出林凡的本事了 所以他并没有让长孙叶莫去出手 长孙战瞬间爆起 龙家众人也是一愣 就在龙天准备出手相助的时候 被华不一直接拦住了 这小子自己惹的祸事 让他自己解决吧 华不一显然是故意让这些人 看看林凡实力的 虽然龙泉当着他的面 收拾了龙兵和龙文 可惜林凡的本事 众人始终没有见到过 所以难免有所不服 看着场中激动的两人 华不一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 长孙战虽然实力不俗 可惜碰到的是林凡呢 上次的血脉之力激发之后 对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抗揍 一个能抗住大宗师巅峰实力的人 他就算是实力低上一些 也无伤打压 很快 林凡和长孙战 斗得就不可开交了 虽然长孙战的实力 比林凡高了不少 可惜他每次内劲 攻击到林凡身上 就像是打在钢板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倒是长孙战的手 被震得生疼 住手吧 看着两人交手三十多个回合 都没有露出败相 龙拳的脸上略过一抹喜悦 还是叫停了两人 砰的一声 随着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 身子也都是迅速的后退 长孙战的双眼死死的盯在林凡身上 他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如此的难缠 现在不仅仅是他 就连那稳坐钓鱼台的长孙一 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呢 他儿子长孙战的实力他最清楚 虽然不能说是第二被人理的翘楚 但也能够排到前五吧 可惜啊 饶使这般实力 依旧是拿林凡没有任何办法 该死的 算你走运 长孙战恶狠狠地盯着林凡说 哼 不服就在哪呀 林凡根本就不怕 好了 林凡 退下吧 龙泉喊退了林凡之后 继续说 长孙兄啊 此事你确实提得有些晚了 抱歉啦 龙泉抱了抱拳 对着长孙一说道 好 我们来日方长 长孙一也不是傻子 龙家和他们都是燕京的超级家族啊 这件事只能从长计议 于是他就带着众人灰溜溜地离开了龙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废柴大叔讲故事 本专辑需要大家的全力支持 希望你能够在专辑页面 给本专辑打一个五星的好评 也希望你能够多多支持主播的新专辑 我的恐怖直播间 点个订阅 打个五星好评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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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